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29日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里我们先提前祝各位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世事顺心 和家幸福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12月29日发布的消息 2018年12月29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加拿大级被告人罗伯特·劳艾德·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一案 依法进行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为从犯和犯罪未随 并从村处罚明显不当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庭裁定 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中审 消息稿称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16年3月15日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于今年11月20日宣告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罗伯特·劳艾德·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 判出有期徒刑15年 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驱逐出境 加拿大驻华使馆派议员道庭旁听 宣判后 罗伯特提出了上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 于12月29日开庭审理 对事实证据和被告人上诉理由等进行审查 听取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查机关的意见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当庭提出 正在查证的线索显示 被告人罗伯特极有可能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在走私毒品犯罪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一审法院认定其一为从犯和犯罪未遂 并重新处罚明显不当 建议发回重新审判 根据新线索查证情况依法惩处 法庭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当庭裁定将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案件审理期间 法院依法保障了被告人 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的辩护 翻译等各项权利 开庭前 法院依照相关规定通知了加拿大驻华使馆 该管官员道庭旁听 部分中外记者50余人旁听了庭审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官网 曾在12月26日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称将于2018年12月29日下午2点 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上诉人罗伯特走私毒品犯罪上诉一案 26日大连天剑网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称据该网独家可靠消息源 这位罗伯特又是一名正宗的加拿大人 因为走私毒品被中国司法机关查获并审判 据说 一审认定的是走私毒品数量巨大 公布出来会吓你一跳 有关报道引起了加拿大方面的关注 因此此前关于谢伦伯格和其案件的消息 没有任何公开报道 28日周五 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指出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官员称 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中国受到走私毒品的指控 已经有几年 该部门一直在跟踪此案 为这名加拿大公民提供领事协助 报道援引专家指出 根据中国刑法 这名加拿大人的罪行可能重置死刑 他很可能成为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中 加中两国决力的一颗棋子 本月初 加拿大政府逮捕了华为公司CFO孟晚舟 随后两名加拿大公民 康明凯·麦克尔在中国 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被依法审查 而第三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是一位英文教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证实 他是因为非法就业问题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 目前该教师已经获释回到加拿大 而谢伦伯格则是孟晚舟事件以来 第一位被公开报道应走私毒品在中国受到依法审理的加拿大公民 按照中国刑法 制造、贩卖、携带50克以上毒品者最高可被判死刑 杜雷斯目前正在加拿大全球范围内 召回两款安全套 这些安全套在临近保质期时 未能通过爆破压力测试 可能会在使用过程中破裂 从而导致意外怀孕或感染性传播疾病 两款要求召回的安全套批号如下 1000443254和1000356816 批号分别在安全套的盒子底部以及单只锡纸上 杜雷斯表示 正在使用它的人可以去购买它的商店里进行退货 温哥华Gaston新派餐厅炮制的热汤内发现老鼠尸体 周四有网友在Instagram上发出相关的视频及相片 显示有人用汤勺从该餐厅的招牌显汤内 捞出了一只黑色老鼠的尸体 该餐厅的冬主昨日已经承认错误 然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经过调查后发现 出事的汤类并非在餐厅内烹调 因此该餐厅无需立即关门 本周四温哥华的一名网友在Instagram 发表了一段12秒的有声短片 并标明地址为温氏Albert Street 211号 以面包中周打汤为招牌菜式的Crab Pork Chowdery 片段显示有人用汤勺捞出了一只躯干皮肉已经煮烂发白 但尾部和后腿仍然比较完整的黑色老鼠尸体 片中同时有两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其中一人问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另一人说我的天哪这是一头死 话还没有说完发出惊讶的声音 最后有人说这个东西应该在那个里面吗 该网民表示该餐厅虽然非常的受欢迎 但有一只硕大的老鼠在汤内包住 这样令人感觉恶劣的事情发生 该店就应该关门停业 他表示发表这段视频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众知道 让他们尽量避免光顾这类餐厅 然而该店的老板Philips昨日接受省报访问时承认 前日下午三点确实有两名年轻的女子光顾他的餐厅 并发现汤内有义务 省报引述Philips受访时情绪激动 他表示汤内都是在上盖密封的50加仑器锅内包住 在包住期间不可能有老鼠跌入汤内 因此汤内出现老鼠尸体 令他和员工大惑不解之余也相当的沮丧 Philips对这次的事件表示深切的意外 也说不会责怪任何人 承诺会为今次的事件负上全责 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已经在前日向两名女事主赠送100元现金券一作补偿 省报指出 Crab Pork Chardery在商户搜索网站Yapp上的账号 昨日早上出现了大量复评 Yapp网站已经发出了通告指出 由于近日大量评论都是与媒体报道有关 未能确定该评论是否出自亲身体验 因此已经暂时暂停了留言功能 沿岸卫生局昨日表示 出事的汤类并非在餐厅内烹煮 而是在位于乔治亚东街251号的Mamie Tyler餐厅烹煮 卫生局发言人艾金斯表示 当局派人到Mamie Tyler巡查时并发现了属踪 因此已经乐连该店立即关闭 当局亦表示 只要Crab Pork Chardery不再委托Mamie Tyler烹煮食物 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加拿大户外高端服饰品牌加拿大鹅 位于北京三里屯内地的第一家旗舰店 已经于12月28日开业 该店铺原定于12月15日开业 但在14日通过官方微博声明 称因施工原因推迟开业 不过加拿大鹅北京店推迟开业 被认为与加拿大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有关 自12月1日孟晚舟被捕以来 加拿大鹅的股价已经跌了36% 大众点评网店上有大V称 周末下午4点到时看到已经有很长的队伍 目测至少要一个小时才能进店 新加坡联合早报抢先发表文章 提为加拿大名牌羽绒开业 北京市民封抢并配了图片 但是这篇报道遭到了大陆媒体观察者网的批评 只又在带节奏了 观察者网提为中国人封抢加拿大鹅 外媒又在带节奏的报道称 12月28日被称为羽绒界爱马仕的加拿大鹅 北京三里屯旗舰店开业第一天 吸引了不少人的光顾 联合早报的这报道 看着跟商女不知王国恨似的 观察者网的文章还批评说 这现场排的也就是网红奶茶店的水准 一个网红牌子开业首日 有人排队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就整成了疯抢了 观察者网声称 中国人既没有抵制也没有疯抢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近日温度直线下降 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前有风 28日开业当天 北京的最高温度仅零下6摄氏度 最低气温为零下12摄氏度 没有人统计过 加拿大有多少华人从事代购微商的生意 但只要我们打开自己的朋友圈 看着铺天盖地的刷屏 就知道这个数字绝对不少 从明年1月1日起 中国将正式实施电子商务法 这意味着广大代购者的苦日子将要到来了 综合多家媒体消息 在电子商务法出台之前 个人卖家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就可以营业 这令代购行业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只要有一个微信号就能开业 于是大量的海外华人加入代购大军 仅仅在加拿大专业或业余从事代购的人数就已万计 然而在明年的1月1日 电子商务法实施将令这一行业进入寒冬 该法规定 不论任何代购都需要有采购国 以及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 同时要缴税及受法律监管 因此 该法还首次将微信朋友圈代购 纳入了监管范围 对于淘宝 京东拼多多等众多平台 电子商务法明确了连带责任 对平台基因者建立信用评价制度 信用评价规则 商品服务质量担保机制 和先行赔偿责任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 尽管这个法律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可以预料到 日后中国政府将继续对代购微商行业进行监管 而这门生意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做 对待违反电子商务法的人 中国政府先前已展示了一把其严厉的手段 今年9月28日 上海机场突然严查代购 所有的乘客全部开箱排队 等待过关检查 被罚乘客纷纷晒出了遭重罚的单据 有的动辄被罚数万元 不止上海海关 深圳福田口岸也在严查 一天就曾抓住500多人 这些血淋淋的案例 让很多人代购者在网上哀叹 末日来临了 不过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电子商务法有其积极的一面 伴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 代购行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 再加上很多微商 无实体店 无营业执照 无信用担保 无第三方交易平台 以及进入门槛低 交易系统缺乏完善 该行业滋生出了许多乱想 投漏税 假货泛滥 个人信息遭泄露 售后推卸责任等问题层出不穷 对消费者来说 电子商务法出台后 也许不能再以最低廉的价格 买到中益的商品 但是至少不用担心 付了钱就被卖家善了好友吧 大约一周多前 年仅两岁的Harley Roberts 意外吞下了一枚扭扣电池 那种家中常见的用于遥控的电池 12月18日 在小女孩吞下电池后没多久 就被紧急送往了 哈里法克斯市的一家医院 做了急诊手术 电池中的酸 灼烧了小女孩的食道内壁 以及她的胃部上部 直接在胃部烧出了两个洞 Harley的母亲Roberts说 对我们一家来说 这都是艰难痛苦可怕的一周 甚至有一段时间 Harley无法进食 水也不能喝 知道她的身体里有一块电池 本来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了 但是当亲眼看到电池灼伤后 给她的身体造成的伤害 简直让人绝望 当医生把片子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怕 我不得不将视线转移 所有正常人的食道都应该是粉红色的 但是她的的确是棕色的 刚开始 医生都不能确定她是否能恢复 因为这种腐蚀造成的破坏极其严重 关键是 电池距离女孩的心脏太近 但是在本周一时 小女孩的状况终于有所好转 被灼烧的洞也在痊愈 此前她只能通过静脉注射得到一些能量的补充 现在她已经能够喝水了 终于在周三的时候 医生确定 哈利恢复得不错 可以出院了 Roberts激动地对女孩反复地说 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小女孩也非常的激动 但是哈利的康复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 下个月她仍要服用一些药物 而且在过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她就能够喝流食了 在未来她还要接受一些检查 以确保她的体内没有伤疤 Roberts表示 看到女儿像从前一样 真的是太开心了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